正在发生的历史 新闻背后的新闻 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 黄浦江上飘过万头死猪 它会不会污染呢 然后会不会有疫情呢 它怎么死的 死了怎么会去投到家里面去了 村子里死了一个大壁猪 你们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疫情 怎么会一下子死亡这么多猪呢 它们因何而死 从何而来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黄浆江上 这什么时候死的 早晨为的是我还活着 你现在他们都乱在河里面去了 就花瓶掉 乱在河里好 算了 那像这个猪在这里面 要隔多长时间它就能死了 一年左右 死猪究竟为何如此之多 是巧合还是必然 有做你这个争利的很多吗 你现在抓进来了 怀疑死猪到南京飞了 新闻调查正在播出 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 嘉兴市河网密布 河道保洁不过是日常的环卫工作 不过最近这些日子 保洁员的主要任务是在河道里搜寻打捞 被养殖户丢弃的死猪 3月18日 记者跟随保洁人员在河道出发没有多久 就看到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死猪 这个有多少斤呢 这个龙是从现在从20斤 死都是从10斤 它就泡到水里头就发了 那能看出来它在水里头泡多长时间吗 这个估计在一个星期里 沿着浙江嘉兴的河道向东顺流而下80多公里 便是上海市 3月8日 有上海网友在网上发出了一条图文微博 称有大量死猪伴随着垃圾漂浮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附近 第二天 上海市农委官方微博公布 当时已经打捞死猪900多头 到了第三天打捞的数字就达到3323头 而靠近死猪打捞地的黄浦江上游斜塘港 正是供水人口80万 供水面积80平方公里的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取水水源所在地 这些死猪是否意味着上海水源地正在遭遇污染 到现在为止它再更新 我还不是不知道这些猪为什么死了这么多 面对市民的担心 3月11日 上海市水务局首次公开表示 松江当地的自来水水质数据正常 符合相关标准 但是这些回应并没有打消上海市民 对于自来水水质的担心 因为从黄浦江上打捞出来的死猪数字 仍然在不停地增加 室友担心觉得是不是会有效 什么口皮液啊 什么风牛病啊 这会不会污染啊 然后会不会有疑情啊 它怎么死的 死了怎么会就投到家里面去了 在事发半月之后 黄浦江的死猪打捞数字已经超过万头 人们在担心饮用水安全的同时 也急迫地想要知道 这些死猪到底从何而来 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江水里 它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亡的 在黄浦江发现大量死猪的前几天 嘉兴市当地的一家媒体发表文章 文中称嘉兴市南湖区竹林村 今年的头两个月死亡了一万八千头猪 平均每天死亡量达到三百头 这篇报道刊发的时间 与黄浦江出现死猪时间非常接近 而且嘉兴的河道正处于黄浦江的上游地区 黄浦江上的死猪和嘉兴是什么关系 我们来到嘉兴生猪养殖大村之一竹林村 进行调查 一走进浙江省嘉兴市的竹林村 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一种猪的味道 这里是嘉兴市养殖密度最高的村庄之一 方圆8.2公里的区域内 每年的生猪存栏量有四万多头 不久前一家当地媒体提到 在这个村庄今年一月份 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亡了有一万多头猪 一时间这个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村 一下子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事件发生后 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们赶到这里采访 但多数村民面对镜头都是躲躲闪闪 他们不太愿意提及村里的情况 您的养猪养多少年了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现在养猪的话 您能够多少钱 钱 钱挣不得钱了 有亏事来养 亏呢 这这个环境不行的 什么环境不行 这这个环境不良 你别别睡觉 我也出去来 也住来 我也住来 我也住来 我也到监狱去来 这也有 那监狱去做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竹林村的一个养殖大户 周庚荣 他家养了五百多头猪 一年初来有一千五百多只 我看那个嘉庆日报 今年报道说 今年三月初的时候 这村子里死了一塌笔猪 您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 竹林村生猪的存栏量 有四万多头 存栏量有八万多头左右 每年的总饲养量 加起来超过十万头 如果真如报道所称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集中死亡一万八千头生猪 最大的可能性 只有爆发一病 而来自上海检疫部门的消息说 他们从打捞出的死猪身上 检验出猪圆环病毒 那我看上海 他们公布的有一个数字 就他们打捞的这些猪 其中有的也做了一些病毒的检测 其中有一头猪上 他们说有猪圆环病毒 那这个猪圆环病毒算不算 猪的疫情 那猪圆环病毒呢 它是一种猪的普通常见病 普通常见病 不算是 我们讲的重大动物疫情 那猪的重大疫情是指什么呢 像口蹄一样 猪瘟 对不对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生猪的一类疫病 包括猪瘟 口蹄疫和蓝耳病 一旦发现上述疫情 要将疫区内的活猪全部扑杀 同时划分疫区进行隔离 但在竹林村 记者并没有看到任何疫情征兆 那你们在平时做的工作 有没有感受今年的死亡 就是跟去年历史 更多比前几个月历史 是不是有明显的提高呢 我感觉是比较正常 也是所以正常 还是在正常死亡的范围 对 那有疫病吗 最近一段时间 来自据我所知 我们这里平时内也不够 作为国家首席受医师 于康镇在事件发生后 立即赶赴浙江上海 实地调查了解情况 可以排除是因为发生了 这个大规模的重大动物疫情 这个可以排除 目前为止 事态的发展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 记者在嘉兴市调查 没有发现嘉兴市有爆发 诸病疫情的情况 生出的死亡率 大致也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放心的姓氏 但既然如此 黄埔江上一夜之间 又怎么出现那么多死猪呢 这些死猪是谁丢弃的 他们又为什么把猪丢到江里呢 嘉兴市地处长三角中心位置 北有苏州 南临杭州 东一上海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 生猪养殖业 主要供应周边市场 作为传统的生猪养殖秘籍区 目前嘉兴全市的养猪户 已经超过了十万户 每年生猪出栏量 四百五十万头 竹林村所在的嘉兴市 南湖区新丰镇 平湖市曹桥一带 更是嘉兴生猪养殖 最为密集的地方 被称为猪三角 这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村庄里田野上 随处可见养猪的猪棚 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疫情 怎么会一下子死亡 这么多猪呢 将来怎么会出现 这么多死猪呢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在百分之三猪 就是在正常故事当中 它也会有一个 百分之三的死亡 就是这个是指大猪 大猪 那小猪的死亡率 是不是要更高一点 小猪的死亡率要高一点 那这两个加起来 平均的总死亡率是多少 就是从小猪生下来 到最后就是出来 这是一个百分之三猪的 这么一个比例 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正常死亡 其实这个数字 绝对值也不低 就是江上出现死猪 并不能证明 这是一次 集体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能这么理解吗 我想我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黄埔江上发现死猪后 浙江省农业部门表示 江里的死猪 大多都是冻死的 这样的说法是否可信 我们在新丰镇调查时 恰好看到了一头 刚刚死去的小猪 这个死了 这死了 有毛病的 这什么时候死的 早晨喂的时候还活着 就今天 挺不好养吧 猪一般什么时候死的比较多 出毛病的时候 我们20天出毛病也挺多的 老周是竹林村养猪 比较早的养殖户 他告诉我们 小猪在刚出生的时候 最怕冷 也最容易受凉死亡 那小猪是很怕冷吗 很怕冷的 剩下来最好要30几度才好的 就是那个30几度的温度 那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就是对温度要求很高的这个时间 够八小时 够八小时 那么够八小时过了以后 那么给它去吃 吃了以后呢 这头小猪再出去了也冻不吃了 人们怀疑黄浦江上的死猪来自浙江嘉兴 并非仅仅是嘉兴当地媒体的那篇报道 事实上 上海方面在打捞死猪的时候 就收集到17个猪的耳标 这些耳标把死猪的来源地 明确地指向了上游80公里外的嘉兴 在接到上海方面的通报后 嘉兴方面迅速进行核查 3月15日晚 嘉兴市政府在新闻通报会上 回应了调查情况 那么日前呢 我是对这个上海方面呢 提供的这个17个耳标 也是大家关心的事情 进行了协查追溯 其中呢 7个呢已经查处到位 6个呢已经立案调查 4个呢是有待进一步查证 经过多方努力 我们找到了其中一户农民 上海方面提供的一枚耳标 正是出自他家饲养的猪 那么那这头猪后来是 政府怎么找到你的呢 政府们在你逗了这个车了 那你怎么确认 就那头猪就是你家的呢 你正探索不认我家 我没别话了 猪的耳标是小猪出生后 首次接受免疫时 有兽医打在小猪的耳朵上 相当于他的身份证 有耳标上的数字标志 就可以查询到猪的出生地 它是生猪 相当于人的身份证一样 它是有违性的 那么这一组号码就是 133代表我们这家省的 0402代表我们南湖区的 李金良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养猪户 家里有十只母猪 以向外出售苗猪为主 他告诉我们 今年春节期间天气寒冷 家里冻死了一只两个月大的小猪 按照规定 养殖户的猪死了 应该给村里打电话 让村子里统一处理 但李金良却在外出的时候 顺手将小猪丢在了河边 虽然嘉兴是长三角地区 生猪养殖鸡 但是在其周边的上海的松江 和金山地区也存在着大量的养殖户 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 上海方面强调 在上海本地 没有发现向黄浦江 丢弃死猪的现象 暗示这些死猪全都来自家兴 但对于这一点 家兴方面似乎并不认可 那你们调查的结论 跟上海这边 向媒体披露的信息一致吗 我们不排除呢 就是说 家兴又是逐票付过去 不排除什么 不排除我们家兴 次逐票付到上海的水 但是也不认为 全部都来自于家兴是吗 我们不排除家兴 我们自己干好自己了 家兴市水网密布 纵横交错后 分成三个方向 汇入大湖大海 一只向北进入到太湖 一只向南注入了前塘江 还有一只 则是沿着红旗塘和榨浦堂 分别在上海的松江和金山 汇入了黄浦江 由于黄浦江连着东海 受潮汐影响 潮涨潮落 使得水流方向 一天之内两变方向 那你刚才给我讲 好像是说 有的时候水好像是 往黄浦江那边流 有的时候还是反向的 对 这个好像不太好理解 这个是潮汐的 这个涨潮和落潮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退潮的时候 是往这个黄浦江走 在涨潮的时候 他们这个黄浦江的水 就往这边上树了 那行出这种效果的话 对你们嘉兴有什么影响 对嘉兴的影响 就是它的潮水往上涨 往上涨 就是 也就是说 这个 随着潮水 一些东西也会带过来 您的意思就是说 上海那边假如说 要是有一些 丢弃的死猪的话 对对对 也有可能到嘉兴那边过来 对对 我们来到嘉兴市的广城镇 这里与上海市的金山区 只是溢水相隔 从3月11号开始 这里就在直通黄浦江的 广城堂铺设蓝网 拦截从嘉兴方向 漂流而来的垃圾 我们对面的农户 就是已经是上海了 那边的已经是上海 金山区的了 那么我们那个 就是从那个河 河道那边 是我们平湖的 这边就已经是上海了 然后那片到树林那边 就是所以 公司所谓 淮海的区域 我们这就是交界区 那它那边漂过来的 有此多吗 有 有 我们打捞到两口 那你怎么知道 那是从上海漂到这边来的呢 那上面有那个嘛 有耳镖嘛 通过耳镖的确认 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墟墓在那边 确认到了 是两个是 两头都是上海那边的耳镖 调查中我们发现 在上海方面 对外公布的死猪耳镖中 其中有一枚表明 这只死猪的出生地 就是在上海市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嘉兴市 广城镇对岸的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猪棚 这家猪棚的女主人告诉我们 他家养了八十多头猪 那养猪过程中 也经常会碰到 这个猪会死掉吧 死掉呀 有 我们这里小袋死掉 就马上又弄掉了 怎么弄掉呢 怎么弄掉呢 靠个地也 骂就好了 埋到地上了 埋到地上了 有没有人就是丢在外面的 丢在外面 我们这里没有呀 我们没有 那个屋里有 堂股有 我们没有 哪里有 这个屋里堂股有 那你说那个 那有的是哪里的 我不知道 哪里堂股 我们不知道 就在这家猪棚旁边的河道里 我们见到了一只死猪 不过记者在村里调查 上海市在几年前 就出台了生猪献养措施 这里的养猪数量 和嘉兴地区相比 相差甚远 金山区的生猪存栏量 在20万头左右 松江区的存栏量 只有8万头 总量只相当于 嘉兴市的6% 那么这些死猪 为什么会被村民任意丢弃呢 我们了解到